很多人一讲到减肥或健身 一定就会跟卡路里扯上关系 但是你又知不知道 如果你在减肥的过程中 一直只注重计算这卡路里 你失败的几率将会是高达95.4% 哈喽大家好 我是K马来西亚一名合格的药剂师 是的 一讲到减肥 很多人第一个问的问题就是 到底减肥要吃多少卡路里才会瘦下来呢 不然就是他们会上网去找一些低卡路里的食谱啦 再不然他们就会直接去快餐店 或者是快餐连锁店 直接就是推出那种低卡路里的套餐哦 什么 300到500卡路里的健康套餐 不像是能够那一包 而且又有营养的一餐咯 你看一包零食的卡路里也不是一样多 但是价格方面却贵了那么那么多倍 就只因为商家帮你算的卡路里 而包装成了健康套餐 价钱贵了那么多 但是营养价值呢 却少了那么多 那在这之前 我们先来谈谈什么是卡路里咯 其实卡路里本身呢 就是一种能量单位 也就是energy unit啦 那么我们摄入的和消耗的能量相当的时候 就达到了一个健康的平衡 但是如果我们摄入的能量 远远高于身体能够消耗的能量 多处的部分渐渐转化为脂肪储存在你的细胞或者是体内 然后我们就会变胖咯 如果我们燃烧的能量比存入的多 我们就会减少体重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理呢 社会各类主流的健康人士都会告诉和教导99%的人们应该花时间和精力来计算和分配卡路里的摄取量 才能够降低体重 然后如何只需要担心卡路里的数量 担心他们运动时所消耗的卡路里 数量即可了 但是问题来了 如果这个方法真的行得通 那为什么三高的数据统计一直在提升 然而人们反而越来越胖 越来越病呢 是的没有错 计算卡路里虽然可以带给你表面上的健康 但是体内的细胞营养呢 你不信吗 那我们来看看新加坡的一篇新闻报导 这篇报导说着呢 新加坡士兵你看 在一个这么有几率的环境 还有吃方面也是有几率的环境下呢 都还是不能避免心脏病的爆发哦 所以这说明什么呢 你的卡路里计算得再好 如果你的身体是缺乏营养的 那你的健康就是等于零的 打个比喻 你的建筑物见得在宏伟在壮观 但是你的材料偷工减料的话 迟早一天 这个建筑物是会倒塌的哦 所以呢 只看卡路里来减肥 或者是评定一个人是否吃得健康与否 其实呢 是很不切实际的 为什么呢 第一 因为3000卡路里的垃圾食物和3000卡路里的 这个营养均衡食物吃进身体过后 长久下来 整体的健康效果其实是不一样的哦 一个呢 会越吃越老 越吃越病 另外一个呢 反而是越吃越年轻 越吃越fit的哦 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因其实只有两种 因为卡路里有分好的跟不好的咯 那么好的卡路里呢 是能够提供你足够的维他命营养的 还有矿物质 还有必须的蛋白质 必须的脂肪酸等等 这些都是你身体所需的营养 是我们身体的燃料和建筑材料 长期给足的话 你的身体其实是会变得越来越fit 还有越来越年轻的 如果给不够呢 就会导致你没有精神 肥胖 三高等问题咯 身体再也无法正常的操作了 就好像没有了viper的车 漏风的轮胎 或者是不够的燃油的车 车子慢慢渐渐的走不动了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明白 第二呢 其实单单算卡路里来减肥 或者是健身 其实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为什么呢 因为即使同样的食物 不同的人摄取到的卡路里 也是不同的 因为个体的差异 比如 每水平是不一样的 肠道细菌也是不一样的 甚至肠子的长度 都能令每一个个体 从食物中提取的能量 产生的能力 产生少许的差异 所以 如果 想要准确知道 我们身体需要多少卡路里 我们必须要考虑到 自身的活动量 食物的种类 我们身体 能够摄取的能量的能力 所以 忙着计算卡路里 倒不如看看营养成分表 会更实际点吧 再来 calorie in 不等于calorie out的 比如说 营养成分表上 著名的卡路里含量 是指这些食物自身所含有的能量 而并不是你能从中获得的能量 比如说 芹菜和全麦这样的纤维食物 需要更多的能量去消化它 因此 你从含有100卡路里的芹菜中 能够真正取得的能量 其实很可能是少于100卡路里的薯片的 当然 我要在这里声明 卡路里固然对我们很重要 但是 如果因为要特地减肥 而少吃很多卡路里的话 甚至也有人去做胃的绕道手术 那么长期下来 卡路里摄入不足的话 就会导致很多健康问题的 什么健康问题呢 你知不知道 每天摄取小于800大卡的减肥热量饮食 在医学上 其实是属于极低热量饮食法 这会引起人体甲状腺激素分泌减少 新陈代谢速度变慢 并且如果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的话 你可能会因为摄入热量太少 而导致晕厥 心跳加快 内脏不正常运作 头脑想不到东西 不灵活等等 最糟糕的是什么 瘦掉的脂肪比例很低 等到你恢复饮食习惯的时候 大脑会发指令 叫你的身体多一点储存脂肪 以应付这种灾难式的断食法 什么 简单一句来讲就是 靠卡路里减肥 反弹肥胖 易如反长 其实女性可能只需要2000卡路里 男的只需要2500卡路里 但是这些数据是基于平均体重 平均活动量 还有肌肉量 这样的因素估计得来的 但是是不是每个人每一天都需要2000卡路里吗 不一定哦 比如说孕妇 所需的卡路里可能比普通人要多一些 而老人通常比较慢的新陈代谢率 能量消耗的也慢 所以需要的卡路里是更少的 还有如果你从事消耗量巨大的活动 像是自行赛车 你的身体每天消耗的能量 可以高达9000卡路里哦 再来如果你摄取的卡路里 是好的 有营养价值的 那一天4000卡路里 你都不会胖哦 还有最后就是我要声明的一点就是 其实你身体很聪明的 你的生活习惯越活越 动得越多 你身体其实需要更少的卡路里的 你越不活跃 身体需要的卡路里其实是更多的 所以在MCO新冠肺炎行动管制病期间呢 记得在家里多多动身体哦 不然你会觉得 诶奇怪 为什么我越吃越饿 但是越吃越胖呢 所以我个人认为 呼吁人们注重计算卡路里 倒不如提醒大众注重食物的质量 来得更重要 你的身体已经营养不足了 还要限定自己吃少少来减肥 只会让自己身体变得虚弱和体弱多病 怪不得医药行业发展得如此之快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为止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的话呢 请记得点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